希望呢,把那個成年部分 再切分成三個等級 一個就是說,如果是18歲到30歲的話 他是青年的話 OK 然後呢,30歲到65歲是壯年 其他是老年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應該怎麼去表示 這個程式敘述 跟各位講一下,你要多學一個東西 叫AOIF 所以呢,如果說我希望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程式做個變化 就是說呢,這個成年分成三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青年好了 所以喔 那最後一個就是老年 那我們怎麼寫這個程式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第二個Label的部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二個的話叫EL 加一個一幅 也就是說呢,第二個邏輯判斷的話 他不能是跟前面一樣一幅 必須在前面加一個EL一幅 然後第二個條件是 當這個什麼年齡 H 當他怎麼樣呢 大於 當他大於等於多少 18歲 而且 所以呢,而且是小於多少 小於30歲的話 他是青年 所以這邊加一個AND 所以這邊加一個AND 他怎麼樣呢 他是小於 等於 如果是30歲 你加一個等於的話是30 如果是小於31歲的話 那就是到30 就畫冒號 那就什麼啦 他是青年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print 這邊加一個 print這邊加一個青年 那其實再來的話是壯年 所以呢,你可以把剛剛那段程式喔 直接呢,稍微改一下 所以你可以拿上面這一段程式喔 有沒有寫好這一段 這邊再按個Enter back到前面去 然後把這一段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然後改一下 這邊是什麼 再來就是31歲 到65歲 所以這邊打個31 所以小於等於也對 包含31歲 到65歲的話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個65 不過你打65的話 它變成到64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66 或者小於等於好了 假設多一個等號的話 那就包含65 那這邊的話是一個壯年 那剩下來的話 就是老年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邊改成老就可以了 因為剩下來的就不會是別的 剩下來就是老年了 OK,那這邊的話就是壯年 好,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邏輯 給寫出來 也就是說剛剛的邏輯喔 假設呢,你中間還要再拆其他邏輯 你可以再加上所謂的elf 然後第一個邏輯 是青年、壯年、老年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應該就OK啦 18到30 這應該是要到30 然後31歲到65歲是壯年 OK,執行一下 那你這邊假設我輸入到 輸入64歲的話 那應該跑到壯年 OK,沒錯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練習看看 那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在雲端上這邊也有 OK,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剛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只有在這裡啦 如果你是等於的話 那這邊是應該是30 我看一下這邊應該我是31 有沒有 如果沒有等號的話 那就是把它打成31就可以了 OK,那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多重邏輯判斷的寫法 那這個地方喔 會多需要有一個 就是 所謂的交集部分 所以中間會多個end 判斷上面喔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寫法啦 就是說像這一行好了 其實有另外一個比較簡化的寫法 可是 兩個寫法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習慣 我先把這一行註解掉 什麼樣註解喔 就在前面加個緊字號就可以了 不過一般習慣我是加Ctrl1 Ctrl1你會發現喔 這一行前面是不是加個緊字號 那緊字號如果在程式的前面的話 表示這一行喔 不會被執行 那就是變註解的意思 那在那個什麼 Python是緊字號啦 那VBA的話是單語號 反正是註解符號 那如果說我要改寫成另外一種寫法 因為之前有東西說 老師你這個寫法我不太習慣 因為我們以前教的 老師都不是這樣 不是寫成這樣子 而是把H擺在中間 然後把18放在前面 有沒有 然後加一個小於等於 然後把這個31呢 放在H的後面 這樣子 沒想到喔 老師這樣寫比較簡單耶 有沒有少很多吧 OK 可是說真的啦 每個人習慣寫法不一樣 我自己還是比較習慣寫上面的寫法 因為上面的寫法比較適合人看 比較接近我們一般習慣的語言的表示 表示敘述 因為我們就第一個 and第二個 但是下面這個敘述方法喔 感覺比較接近那個電腦的思考邏輯啦 因為電腦就大概是這樣的思考 所以哪一種方法比較 你比較習慣 你就寫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習慣下面 沒關係你寫下面OK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你千萬不要硬是要被我的方法 你反而又不能接受 反而比較容易寫錯 所以你就想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是你根本連記都不用記 很直覺就可以把層次寫出來的 那個就是好方法 OK 那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OK 所以你看習慣上面或下面都OK 那最後的話可以把 這次程式做Ending 把這個也許叫年齡 Safe 可以用中國名稱 就把它改成叫 把它一樣存在C疊底下 的那個Python的2022這個資料夾 然後名稱也許叫年齡 把它存檔就OK了 那這個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說呢 假如說你希望 我們比較一下VBA 那VBA如果要寫一樣的程式的話 該怎麼寫 那如果你假如說不會也沒關係 你只要 至少你要學會幾個地方 第一個 開啟Excel 有沒有 然後上面有開發人員 那如果沒有開發人員 你可能要知道至少會開發人員吧 然後開發人員裡面就有Visual Bank 你會發現 在Excel裡面 它其實 蠻方便的地方 就是什麼事都不用做 打開就有了 連裝都不用裝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怎麼寫程式 其實很簡單 在VBA裡面 一樣是模組 所以你請你在這邊有沒有 開啟Excel 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模組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其實在VBA裡面的基本單位 也是模組 所以你插入模組之後 我們基本上 那個程式我已經寫好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雲端的第二個單元裡面的 第七頁的地方 就是這一段 sub到endsub 那什麼叫sub 各位講 在Python裡面 它一個模組 就是寫一支程式 可是VBA的概念是 一個模組 可以寫很多支程式 也就是說 裡面的程式叫指程式 指程式開頭就是sub 所以可以寫一個sub 就第一支指程式 所以看起來好像VBA比較節省 一個模組可以寫很多支程式 那Python的話 一個模組就只能寫一支程式 但你可以寫很多支程式 只是相對起來 在VBA run的時候 它比較會用sub的方式去執行 所以把它C 然後你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假設 暫時不會寫沒關係 奧根會講一下 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主要的差別就是 輸入部分 把Input 改成Input Box 就是這樣轉換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其實理論上外面應該要轉型 可是我講過 其實VBA有個特點 你不轉型也沒關係 所以VBA這個地方 它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寫錯面 它會自己幫你轉 然後進來之後 其實其他這個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Python是用貌 可是VBA用鍵 其實沒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 然後底下 因為我要print到畫面 可是VBA沒有print 有print 可是print會變print到 那個程式的下方 所以我換一個 叫Messibus 用一個訊息方塊 跳出我要的東西 然後其他的話 Lif 其實就改成什麼 改成叫多一個se 其他也沒不一樣 然後Ls 最後是endif 其實大體上都差不多 只有那些小地方不一樣 所以你說我剛剛講的可以互相翻譯 其實也是倒也沒有問題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infobus 輸入15 一樣嘛 它進去一樣是文字 可是喔 V也不用轉型喔 OK喔 Enter 它會跳magic bus 未成年 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print的 其實道理上是一樣的 然後 比如說剛剛輸入 64歲好了 應該是壯年 所以跳壯年 那這個就是magic bus 當然如果你將來齁 你 老師我不要magic bus 我想要把這個結果齁 把它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某個儲存格裡面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又指定某個儲存格 比如range b1 他就把資料丟到rangeb1裡面去了 OK齁 所以其實 這個部分的話 等於額外補充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 同樣對於這個python跟vba之間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齁 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順便補充一下 那其實你只需要會 Ctrl-C Ctrl-V 那其他 不過吧 當然你說 老師那這樣好像沒有什麼成就感 沒關係 你如果想要成就感齁 你就把這個怎麼樣 delese掉 OK 自己重打一遍 如果你自己重打一遍 也都OK 哇 那表示你vba應該也都OK了 所以喔 同樣東西 假設python寫完 你這邊也可以再寫一個一樣的 那表示你兩邊都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我跟重點提示一下 1 打開Excel 2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貼到這個模組裡面去 RUN的話呢 這邊一樣 有沒有 RUN方法用模一樣 就可以去執行你的程式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再寫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其實喔 後面其實每個範例啦 通通兩邊喔 都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喔 最好當然你學習喔 可以一與兩失 對 是最好的 你看喔 其實我們學一個Python VPA又可以學好 哇 那當然喔 等於是那個成效就加倍了 那其實不是 你說老師我幹嘛學兩個 其實我是覺得互補啦 反正以後哪個地方強 你用哪個地方 不是說誰取代誰 因為我發現喔 真的叫做各有千秋啦 沒有說誰比較厲害 OK 你不是說我今天學了一個之後 另外一個就不要了 沒有啦 這道理就有點像喔 在台灣好像 如果你有摩托車喔 你好像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汽車 好像沒有 你有汽車好像也要 也要摩托車 那如果有摩托車之外 最好你還要腳踏車 最好你還會用那個U-bu 有沒有 各種這樣的東西都會的話 哇 那你走到哪裡都很方便 OK 就善用工具吧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至於這個程式部分 如果各位有興趣喔 你可以把它delete的掉 重新自己打一下 那最大的差別是喔 那個VPA裡面的結構喔 一樣是模組 只是說一般習慣寫的話 它會多一層SUB 所以呢 頭跟尾是SUB 什麼名稱 尾巴就END SUB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要寫另外一個SUB 就是再一個SUB 再第二支指程式 然後再第三個第四個 那這個SUB將來喔 除了可以run之外 也可以把它產生對應的按鈕 在ECEL裡面其實也可以 增加按鈕也可以讓它執行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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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